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如 我们现在要去吃牛肉果 跟我们走吧 就是这一家 号圈有自己的屠宰场哦 保证新鲜 来 一个 来 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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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鸡肉,再加上鸡肉 竹葱开放,再加上鸡肉 再加上鸡肉,再加上鸡肉 今天来这里吃这个牛肉果 这一盘就是炒的牛肉果,是40块钱 这个是牛肉汤还有肉丸,20块钱 这个是小米果,也是20块钱一份 这里是两人份,但感觉份量还是挺多的哦 这下面有铺的一层花生 这里的牛肉也是用那个芥兰炒的 里面还放了豆芽 好了 这里是湿炒果条,但感觉这个湿度还可以 不会太黏 这个果条也是比较细,比较有韧劲的 这里的牛肉是提前腌制过的 吃起来比较滑嫩,而且颜色也是比较深一些 我们加点沙茶酱 牛肉配上沙茶酱,吃起来会更香甜一些 主要是那个沙茶酱比较香,又有点甜 这一个是小米果,20块钱一份 这是他们配的酱汁 里面包的是牛肉 外面的皮是比较晶莹剔透的 吃起来又有点Q弹的口感 感觉配点辣椒应该会更好吃 这碗汤,你看里面有一些牛栏 还有牛肚,牛丸 这里的话吃牛肉丸配点沙茶酱会更好吃 这个口感还可以 这个牛肉丸还是挺香的,嚼劲方面也是还可以 这个牛腩熬的还是挺软的 但还有一些嚼劲在里面 在这里的话可以坐下来吃火锅慢慢吃 那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吃点简餐快餐 上面飘的那些其实是那个蒜泳,炸过的蒜泳 它泡过水之后就会有点泛白 这里的牛肉汤一定要配这种炸过的蒜泳 才会更香更好喝 这里的汤喝起来比较香浓一些 老板说是用牛骨熬的 这家牛肉店也算是老字号了 开了二十几年,一大家子经营的 在这里可以吃到传统的牛肉火锅 也可以吃炒果配汤 他们还提供一些和牛肉有关的小吃 总的来说,牛肉嫩滑,牛肉丸口感劲道 炒果的份量也是挺足的,还不错,值得一试 我是小如,跟着我们吃遍大街小巷 欢迎点个关注留言分享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